体育书长林德福感谢各界的努力付出 透过运动比赛 让世界看见台湾 图体育书提供分享 教育部体育书今晚举行年度国际体育赛事成果 发表季感恩茶会 邀请师大运国手杨和珍 陈奎如和庄家家等人出席活动 一同回顾今年师大运的风采 体育书长林德福说 台湾有你们真好 展望明年越来越精彩 今除了市大运选手出席活动外 也有体育界相关产观学代表 选手及教练代表 中小企业代表 外馆代表等共约近150人热情参与 林德福表示 希望企业赞助 大家帮忙 一年比一年好 会中特别播放市大运精彩影片 重温感动 林德福说 从2009年市运会直到 2017年市大运 台湾举办综合运动赛事的能力 广受国际单向运动总会肯定 也增加台湾被世界看见的机会 今年市大运掀起全台风体育的热潮 谈起市大运成功因素 林德福归因四大关键 一是在台湾主场举办 二是工作人员用心 三是选手耐力表现超水准 四是民众踊跃 进场加油 让整个八月台湾都处在欢乐和团结的气氛中 今年在台湾举办的国际赛事 除是大运缔造前所未有的成功与运动热潮 另外体育署结合各县市政府 全国性单向运动协会及企业资源 共举办多达108场国际单向运动赛事 林德福说 包括LPGA在内等有分量的赛事 从决定要办到把比赛办好 背后是许多人付出的成果 国首与体育署长举杯 庆祝今年是大运与国际赛事的成功 突体育署提供分享 国际赛事精彩一整年21日产观学 及选手一同参与成果发表会 突体育署提供分享 体育署年度体育赛事成果发表 及感恩查会观盖云集 突体育署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